所以我們看看《聖經》,創世紀第一章,26-27 節 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按照我們的樣式做人 使他們管理萬物、全地、地上所有的東西 27 節,神就照著自己的形象做人,照他的形象做男做女 這裡先解決幾個問題,第一就是一個中數的問題 有時我們會問,為何神會說我們呢? 是否暗示他三為一體呢? 是否暗示有其他神呢? 也不是,因為希伯萊的原文,有中數的時候不等於有幾位 有中數的時候是一種尊貴的中數 主這個詞,有時在希伯萊的聖經中出現,是眾數的形式出現 但是文法是形式的 其實都是一個主的 所以在這裡說我們的時候,不是說我真的有很多位神 而是說一種尊貴的智術 好像美國的總統說我們跟另一個國家開戰才算 為什麼我們呢?明明白宮只有他一個人說話 原因就是他代表他的內閣 正如上帝是君王的話,就有所謂他的天庭 即是有他的內閣 即是他的天使、他的使者等等 他就說我們 所以這是一種尊貴的重數 始終都是一位神 因為26節開始的時候說什麼? 神說,說字的動詞是單一的動詞 不是重數的動詞 第二,這個更加需要處理的就是仁這個字 仁這個字 其實這個字本身是有貫詞的 中文翻譯不能夠翻譯出來 英文可能也能夠翻譯到 即是the man 加一個the,就是the,代表一群人 人類 不是一個人 也不只是男女兩個人 而是做人類出來 一個人口 一個眾數 有一個the humanity 人類出來 如果你查一下 聖經特別頭幾章 用到人這個字的時候 你就知道 這個人字 有時會翻譯成阿當 阿當其實是希伯來文 所以大家知道 我們其實是懂些希伯來文 阿當這個字本身就是希伯來文 Adam 其實意思就是人 的意思 這裏有一個希伯來 聖經的作者 做一些同音字 似音的字 發音相似的 就將它放在一起 人這個字 Adam 其實就是大地 土地 Adam 是那裏出來的 所以人和地 有暗示表述了人和地之間的關係 人和地很有關係 陳土歸於陳土等等 如果你看完整個特別頭三章 提到阿當這個字 Adam 這個字的時候 很多時候 不是提到一個人 而是提到整個人類 所以阿當這個字 有好幾個意思 首先地名可以是阿當 你記得約書亞入加南的時候 他們拿著一個藥櫃 然後祭司的腳踏進去約達河的時候 水就在遠處北邊停下來 因為在阿當城那樹 約達河的水就阻截了 那個就是叫阿當 地名 第二個就是人名 到第四章尾的時候 才會有一個人名 叫做阿當 但很多時候是加一個貫詞 加一個貫詞的時候 就不是指一個人和一個人名 譬如說我的英文名是Mark 你不會說The Mark 你不會加一個THE給我的 因為你說一個人名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加貫詞 但是在聖經的用詞裡面 往往用到Adam這個字 就是會加上一個貫詞 換句話說 是說一群人 或者一個代表 而這個代表不只是一個人 而是代表很多人 所以我們中文譯得好一點的話 其實應該譯作人類 人類 即是上帝創造人類 按照他的形象 做人類 有做男做女 人類裡面有男語 亦有女 所以大部分好幾次出現的時候 都是有貫詞 貫詞就是HA 有其他兩次是沒有貫詞 但是上文下 你告訴我們 其實他的意思是有貫詞 例如二十六節和二十七節 等等 我們試一試看看 我知道不是每個人都讀過希伯文 但其實不是那麼難 我們試一試 我們試一試 現在的結根 特別是二十六節和二十七節 頭一節 不是整段的二十六節 亦不是整段二十七節 二十六節的開頭和二十七節的開頭 這裏是怎樣看的呢 希伯萊文是由右至左來看的 所以頭這一行 二十六節 第一行就是希伯萊文 第二行就是英文 用中文來翻譯出來 所以不是那麼難明白 每一節我們列出 就是有三行 第一行就是希伯萊文 第二行就是英文的譯音 第三行就是中文的逐字翻譯 Fayome Elohim Nashe Adam Bassel Meinu Kib Muteinu Fayome Elohim Fayome是甚麼意思 即是他說 哪個說 希伯來文很多時候是動詞 然後才主格出來 第二個字就告訴你哪個說話 這個就是什麼 Elohim 我們英文亦是家 中文亦是神 或者上帝 所以 Fayome Elohim 神說甚麼 Nashe 讓我們做 讓我們創立 創造 Nashe 創造甚麼 Adam 人類 Nashe Adam Bassel Meinu 意思是 照著我們的形象 最後一個 Nu 就是我們的 這個意思 照著形象 我們的形象 然後 Kibbutinu 照著我們的樣式 你都可以做甚麼 人 OK 所以二十六節我們知道 原文就是這樣 二十七節 就是那個 作者 那個 聚術者 就說 到底發生甚麼事 上面說 Fayome Elohim Nashe Adam 即是神 他引述 創造主 說些甚麼 讓我們做人類 然後到二十七節 他就報告 告訴我們 神做了些甚麼 然後 這裡第一個 就是動詞 好像二十六節 開始的時候 也是動詞 希伯來文 很多時候都是動詞 Vayegra 就是 他做了 他創造 主格 甚麼時候出來 通常第二個字 就是主格 就是 Elohim 就是神 上面 你看到有Elohim 這裡也是Elohim 然後 有一個這樣的符號 英文 翻譯出來 讀法就是 act 其實就是 翻譯不到出來 是一個 客體的標記 即是 神做甚麼 就給了客體標記 然後告訴你 做了些甚麼 客體做了些甚麼 就是 Hak Adam 這就是我所說的 有觀詞 Hak 這就是 希伯來文 原文的文法 裡面有那個叫 The 所以 你真是直譯的話 就是 The man 但不是說一個人 而是說一群人 人類 所以 Fyagra Elohim Ed Ha Adam 上帝 做人類 是照著他的形象 他的樣色 好像上面 那樣 所以 兩節 頭一半 二十六節頭一半 二十七節頭一半 就想說甚麼 就是上帝做人類 我們經常以為 或者小童兒童的聖經 就告訴我們 創世紀開始的時候 只有一個女兒 不穿衣服 然後躲在樹林上 這樣是沒錯的 但是 聖經 你看回原文的時候 其實是做了一群人出來 第一章 二十六節、二十七節 上帝做了甚麼 Hak Adam The Humanity 人類 上帝創立了人類出來 所以 我們看回阿當的時候 我們就要了解 聖經說阿當的時候 不是說一個人 一個角色 他的故事 不是描述一個人 當然 歷史上有這個人 阿當 其實阿當的故事 是說甚麼 是說人類的代表 整個人類的代表 去到第二章的時候 我們看到那人 和合本譯做那人 算是對的 因為那人是甚麼意思 Hak Adam 就是The Man 而這個人代表 是一個典型 代表整個人類 即是說 在阿當身上 看到每一個人 在夏娃身上 看到每一個人 所以阿當夏娃這個故事 不只是他們獨一的故事 聖經想說主子 要說甚麼 阿當夏娃 在說每個人的故事 在說一個 英文叫Archite 即是一個典型 一個representative 一個代表 所以我們想起阿當的時候 不是想起一個人 那麼簡單 我們想起一個人 他是一個典型 代表很多人 代表整個人類 這些東西 在文學上 經常都出現 這種手法 就是用一個典型 來代表 去描述一些東西 而他描述的時候 雖然他只是說 好像一個人 但其實他是代表很多其他人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像母親 你去問一下小孩 或者你在班房裡問小孩 怎樣形容母親 他們會怎樣形容 或者其他人會怎樣形容母親 說他雙手是龜裂的 說他能進廚房 又能出廳堂的 小孩子可能覺得母親是白雪公主 甚至有些人會形容母親是風箏的線 扯著他 讓他不會飛去 或者形容母親是囉嗦嗦 說過不停的 他所描述的母親 不是一個獨特的母親 他所描述的是一個典型的母親 全世界世上只有媽媽好 媽媽是怎樣的 母親 就是兩隻手龜裂 因為做事很辛苦 洗碗 烫衣 煮飯 手會裂 進廚房 進廚房 出廳堂 很可愛 很囉嗦嗦 就是一個母親的所謂architype 代表 或者我跟你說一個故事 我說從前有一個人 他那個品陷沒有收養 說話的時候很大聲 沒有禮貌 沒有什麼風度 又很多時候要擺架子 你說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那個人的名字叫做中國人 你就知道我說的不是一個人 我是說整班人 一個典型 所以看阿當的故事也是一樣的 沒有錯有歷史的阿當 但經文的主子想說什麼呢 就是人類的代表 所以我們看阿當的描述的時候 創世紀二三章 其實是看我們自己 每一個人 都有這樣的描述 人的墮落 不只是阿當做了一些事情 搞到整人類都壞了 令到整人類都代落 不只是他 是每個人都是這樣 所以你想想 創世紀第一章 第二章 在說的是Hadam The man 人類 一個代表 創世紀第一章 開始已經有整班人 第二章 鏡頭就放大 焦點就放在一個人身上 那個我們叫他阿當 那人 其實就是全人類的代表 你這樣的話 你解決了不少我們以往 字面釋經 去到引申出來的一些問題 創世紀第四章十四和十七節 這裡說什麼 該人 他的祭物上帝不去接納 然後他又發怒 殺了他的弟弟阿伯 十四節 他要離開耶和華 他就投訴什麼 他說 如果有人見到我的時候 就會殺我 我會害怕的 我們平日 那種字面釋經 我們就說 哪裡會害怕 有什麼人在 因為 來下去只有三個人 有一個人已經死了 第四個已經死了 阿伯死了 只有阿當夏娃和該人 何來會害怕 然後第四章十七節 突然說什麼 就說 該人 有一個 娶了妻子 那個妻子是誰 我們平日 字面釋經 我們就說 一定是兄妹 所以我們就說 以前是兄妹可以的 然後摩西律法來到的時候 就不行 暖倫就不行了 其實是否真的這樣 剛才我們看原文的時候 很仔細地讀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這樣解釋是不需要的 因為一開始已經有 一章二十六、二十七節 上帝創造人類 有男有女 按照他的形象所做 已經是一群人 然後第二章說什麼 鏡頭就焦點放在一個人身上 而且這個人不是一個獨特的人 而是一個人類的代表 他是Everyman 他是每個人的故事 所以說到二章裡面 那人的描述等等 他的角色等等 是說每個人 原創的時候 我們 上帝給我們的心意是什麼 再說一次 有沒有歷史的阿當 當然有 但是經文的主旨不是要處理這件事 所以你不可以做一個 阿當的人物的角色的查經 這樣不行 因為阿當原本的意思 就是想告訴我們 這是每一個人 你看阿當夏娃的時候 我們個個都在那裡 阿當所謂墮落 吃那個禁果 知善惡樹的果子 每個人都是這樣做 對不對 我們自己在阿當裡面找到我們自己 所以如果你這樣看的時候 你不單止沒有引申很多無謂的護教問題 那個人的妻子從哪裡來 為什麼他之後又見到一個城 沒有人見到什麼城 等等 這些問題 因為我們平時看得不仔細 仔細一點看的時候 你知道阿當阿丹 是夏阿丹 是人類 the humanity 發生什麼事 人類 即是上帝原創人類的角色是什麼 然後第三章發生什麼事 每個人的故事 你再比對一下古近東的文獻 其實都是探討同一方面的問題 所有創世的外邦神話 近東的記載 全部都是探討 不是科學的問題 也不是什麼時候有第一對人出現 不是這樣的問題 不是人類學歷史的問題 而是探討人類身份、角色、本位是什麼 所以這些近東的文學 是給我們一種人觀 你看看以色列以外的外邦 巴比倫等等 他們記載人類的始源的時候 他們想解決什麼問題 或者想答什麼問題 就是人類本身出現 在這個世界宇宙裡面 他的身份是什麼 這種是近東的人觀 很多時候這些近東的神話 這些文獻 說到人被創造的時候 都是神靈的奴隸 等於我們中國民間的信仰 那個神靈的土地也好 初一十五的時候 你就需要給牠吃 因為那些神靈會肚餓 那些神靈會肚餓 那些神靈肚餓 我們人就做什麼 做牠的奴隸 我們就是要去肚餓 所以我們安事安厚 我們不要激怒牠 我們就要奉上去 做些東西給牠吃等等 人在近東的觀念裡面 都是一樣 是做神靈的奴隸 然後很多時候 都是神靈打完之後 馬諾克打完 贏了其他水神 他做人的時候 怎麼做呢 殺死一個邪神 用他的血來做出來 這些不是科學生物的表述 記得C.S. Lewis說嗎 有很多其他方面語言的表述 絕對在古代聖經世界裡 那些人不是用邪神的血 就是我們紅色的血 主要不是說這件事 不是說科學生物的問題 而是說人的本位 人的身份問題 所以用邪神的血所做的 所以人是邪惡的 人本身就是邪惡的 和聖經的人論是很不同的 或者你可以這樣說 創世紀一二章 講到人論的時候 輪到人性 和近東的觀念 這些人生觀 這些世界觀就是作爭辯 就是告訴他不是這樣 真正人的本位是怎樣的 所以是講一種世界觀的問題 World View 我們每個人 古代也好 現代也好 我們都需要面對解答這些問題 這些就是世界觀的問題 我們一出生 在找人生意義 為什麼我會在這裏 這些全部都是世界觀的問題 World View的問題 無論今天科技有多發達也好 都走不掉 我們都要問這些問題 要解答這些問題 就是我在那裏 我是誰 為什麼我會在這裏 為什麼我會存在 這些是人生觀 世界觀的問題 這些是最基本的問題 世界有什麼問題 世界有什麼problem 然後這些problem 發生什麼事 有什麼答案 這些都是世界觀的問題 而且解答方法在哪裏 有什麼方向可以解答到 現在是屬於什麼時間 等等這些都是世界觀的問題 就是我們平日 我們需要去 最基本要去到解答的問題 我們最基本要去解答的問題 不是世界的問題 不是科學的問題 而是自古到今 我們都要解答這些世界觀的問題 我們為什麼要在這裏 聖經其實就是想解答這個問題 就是告訴我們一個正確的世界觀 由創世開始跟我們說 創造人類開始說 上帝創造人類 到底本身有什麼心意 這些就是聖經要解答的問題 也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問題 在這裏舉一個例子 美國在1977年9月5日的時候 發射了一個叫做航行者1號 Voyage 1 就將它射到太空 然後一路向著深的太空一路進發 77年9月5日 我們中間有些可能會出生 77年9月5日就發射了 到現在還在飛 一路離開地球一路進發 已經超越了我們的太陽系 現在還繼續向前 向著深的太空去進發 在1990年的時候 2月14日 就是剛剛這個航行者1號離開太陽系的時候 還可以看到地球 還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生活的地球 那個航行者1號 美國太空總署就叫他拍照 那個Voyage 1 然後韓韓者1號 就在他後面的鏡頭拍了一張照 拍了一張照 拍了一張照 看到地球 看到地球 你有沒有看到 這張就是那張照 這張照 就是這一點 這張照 很出名 叫做 Pale Blue Dot 就是淡藍點 在一個浩瀚的宇宙裡 我們是什麼 Who are we 就是我們為什麼存在 我們為什麼我在哪裡 原來就只是一個浩瀚的宇宙裡 一丁點 之後韓韓者繼續飛的時候 已經再看不到地球 我為什麼說這張照 就是一個現代人的世界觀 我們為什麼在這裡 不知道 只是意外 我們存在沒有目的 只不過是一些物質的東西 唯物論就是說這件事情 我們為什麼在這裡 我們沒有形異上的目的 我們人生沒有本有的目的 我們無緣無本有的目的 我們廣東話叫做石頭爆出來 為什麼我們在這裡 這個 Pale Blue Dot 其實就是表達現代人 特別唯物主義的世界觀 為什麼我在這裡 沒有意思 為什麼我會存在 沒有意義 我只不過是一些物質撞擊 隨機的結果 我就在這一點裡 這個是世界觀 唯物論的世界觀 聖經要表達的世界觀 就是截然不同 就是創造主 有心思的創造我們 以愛創造我們 以他的形象來創造我們 所以我們在世生存 是有尊貴的位分 是跟上大可以建立關係 這一個世界觀 是完全不同 這就是我們福音裡的訊息 我們跟別人說 耶穌基督的福音 其實就是告訴他們 我們要轉變 我們對世界觀念 到人生觀念 跟這位創造主 建立應該有的關係 而且這個關係 方法已經給予我們 這個途徑就是耶穌基督的恩典 他的救恩 我們就拿回聖經裡 告訴我們 這個正確的世界觀 所以 唐世紀第一、二章 在說的是什麼? World View 也不是說一些抽離的東西 雖然不是解答現代科學的問題 而是解答一些世界觀的問題 現代 韓者一號 唯物論科學 給我們的人生觀 都是解答這個問題 就是不是這樣的 應該是跟這位創造主 再重新結立關係 這個才是生命 真正有的生命 所以看《創世紀》第一章 我們繼續看下去 二十六節 剛才講的Adam或者哈Adam 講到創造人類的時候 上帝創造人類是做什麼? 是按照上帝的形象 上帝的樣色來創造的 以往在我們二千年的教會歷史裡 有很多這樣的討論 就是形象這個字 和樣色這個字 當然是指不同的東西 可能形象更具體 樣色並不是 會不會這兩個字 分別指神創造人的時候 我們就像神 像神什麼呢? 可能形象指知情意等等 就是神的一些本性 我們是相似的 或者可能這樣的解法 都不是最好 我們最近 或者近代我們找到的是什麼? 都不算近代 1979年的時候 在敘利亞北邊 有一個古城 作了這塊東西出來 這是一個石像 是一個君王的石像 是屬於主前八百多九百年的時間 這個石像 你看到下面 是說到這個君王 有些黑文在這裡寫著 一些名文 那些名文很小 但那些名文其實是什麼語文? 其實就是亞術文和亞難文的翻譯 這個石像 指到這個石像 這個人像 亞術文就是沙無 但在另一邊 有亞難文的翻譯 因為當時主前十世紀、九世紀的時候 當時的國際語言 其中一樣就是亞難文 聖經裡面其中有些章節都是亞難文 有這個名文就是相語的翻譯 亞難文為什麼翻譯這個亞術文? 就用了兩個字 沙無 和沙無 這兩個字 正正是 和希伯文的兩個字 形象 沙無 和 仰式 沙無 就是同一個字 換句話說 這兩個字其實是同意詞 這個人像 那時候翻譯 同一個字 就用兩個字 隨便是同用的 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形象 樣色其實是同樣的東西 是同意詞 這就是近東的背景幫助我們 不需要掙扎很多細微的問題 原來在說什麼? 形象樣色是同意詞 形象樣色是同意詞 我們就問 按照神的形象所做 是什麼意思? 形象就像這個石像 就是 很多時候的軍王 他去到 統治了一個地方 或者佔領了一個地方 他就會把他的石像放在一個船上 統治了另一個地方 他就會把另一個石像放在一個船上 就是代表他的同在 代表他的統治 他的權 他佔領了一個地方 他就放了一個石像 代表這個就是我 我就在那個地方 去管治那個地域 所以人類是神的形象 就是說 神創造人 人在地上 就有一個君尊的地位 代表上帝 在上帝的主權底下 去管理萬物 所以我們人雖然微小 但是 我們卻是有 上帝給我們的尊貴的身份 詩篇第八篇 你記得嗎? 人不算什麼 你竟顧念他 給他做的時候 比天使還微小一點 挺有尊貴的身份 這就是世界觀的問題 不是科學的問題 不是科學的表述 是說人有尊貴的身份 好像君王一樣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就記得 like comment 和subscribe 拜拜